记者郑淑婷桃园报道,桃园市5岁黄姓女童17日已因父母不堪她吵闹,在教训女童时不顺将她打死,当下女童36岁父亲与34岁要姓母亲发现不对将她报往桃园闽设医院急救,但女童仍因伤重不治,医院发现女童身上满是心就伤痕,怀疑此因不单纯,女童一试遭跃死,立即通报警方。 据悉,女童16日晚间遭爸爸持衣甲,脚踹教训,隔天早上已有头晕状况,但妈妈未在第一时间送衣,直到女童爸爸开夜车返家,发现女童已无呼吸心跳才送衣。 女童哥哥透露,妹妹经常被爸妈教训,16日晚间妹妹又被爸爸持衣甲殴打,脚踹疑似重心不稳跌倒撞到头。 女童隔天早上感觉头晕晕,妈妈得知病未第一时间送衣,只简单为她喝牛奶。 直到下午爸爸开夜车返家,发现女童已经没有呼吸心跳,赶紧抱着她送衣急救。 女童额头有预伤,胸、腹也有大面积预伤,四肢等都有心救伤。 不排除女童可能因头部撞起颅内出血,加上爸妈没在第一时间送衣,造成女童小生命就此终结。 据悉,女童有无法控制变尿的问题之前曾到幼儿园上学,还因这个原因被退学。 父母经常因此出手教训,想借由此改善她的状况,但女童还是无法控制,父母也未带她就医,只想透过打骂方式调教。 女童两个哥,哥也正称,爸妈常会打妹妹,爸爸更是经常用脚踹她。 女童五岁体重仅有九公斤,女童父母都没有签科,家房中心也未接或家报记录,一家五口状况十分单纯。 女童爸爸开货车赚钱咬家,妈妈为家管。 邻居说一家五口住在老豆公寓,但很少看到女童妈妈外出,邻居对他们一家并不熟悉。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,昨早十一点多到医院相宴。 女童父母被带到医院时,对于询问为何要打骂女童,是否是重男轻女等的不乏一语。 检方训后一家报伤害致死罪嫌疑送法办。 女童十五岁六岁哥哥则由阿姨暂时安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